中广流行网 我们的老听众 我们都很清楚 只要我来 当然就讲财经投资有关的部分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地震很多 地震就不多说 我不是地震专家 来 股市投资市场的地震 是不是最近也很常见 尤其是 今天凌晨的美股大跌 大家想说 今天台股一定又糟糕了 没想到今天台股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大涨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观点 好 那除此之外 大家还有今天很多的 这一阵子 大家所关心的财经新闻 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做一个 我个人的见解的说明 那另外 今天我们会请到一个特别来宾 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 好 那家里有考生的家长 真的现在应该很紧张 罢了 明天就有世界又专的统策 然后5月18、89 还有国中会考 到7月份还有指考 所以今天我们帮大家请来的 特别来宾的是高中的补习班 英文老师 大家想说 那我们今天要讲怎么念英文吗 那你就错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基本上跟英文教学 怎么英文学习 都完全没有关系 当然他愿意讲一些 我们也是非常欢迎 他真的 最近出了一本书 大家想到 英文补习班老师 应该又出怎么英文念的好的相关的吧 那大家又错了 他出的书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是他在讲 他在长期在补习班这么多年 所见所闻 最主要跟的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所以家里有小孩的 不管是现在准备要联考 或是未来 你很难逃过这个升学的压力的情况的 这些家长 你真的要好好听今天的节目 因为我真的看了这本书之后 非常的感动 感动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内容的部分 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谈 另外一个真的是我个人跟真的有是非常切身的感受 因为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曾经我也曾经在补习班教过满长一段时间 在补习班教了一年多的时间 只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补习班的那种氛围 后来还是决定不要长期在补习班教书 才决定到了一般学校 好 那相信相关的内容 我们就后面再跟大家细谈 那今天的新闻 刚刚来的路上 真的是风强雨大 早上还有大雷 话说今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 其实还在出大太阳 结果刚刚要来中港的路上 真的是风雨非常非常的大 气象其实今天就跟你讲 要盛防豪大雨 而且中南部在过去几天 其实天气还算不错 但是接下来可能也都会一样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到 甚至准备要接我们的部长的彭启明 他提到这个周末真的最好不要安排户外活动 因为不是只有下雨 还有可能会打雷 所以大家要小心 好 来 今天的本日之最要跟大家谈一下日本 不过我们不是要跟大家谈日元 而是日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日本的女性正在消失中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亚洲国家 尤其是台日 其实对于这个性别歧视的问题 其实是相对是严重的 不好意思 有点嘴巴里面有弹 好 那其实日本也是非常严重 所以重男轻女的问题 其实一直起来都有 那结果呢 现在有一个报导跟我们说 日本在1700多个自治团体呢 预估未来大概会有四成 也大概就是700多个 其中的这个20到39岁的女性呢 都会一半都不到 甚至会有可能根本连女性都没有 那追根究底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一方面是少指换嘛 其实这个在亚洲国家 台日韩其实都非常严重 就以台湾来说 现在一对夫妻人均的 平均的生育的子女 已经低于一个人 其实日本韩国也都跟台湾差不多 好 所以日本现在这个问题就告诉你说呢 这个问题呢 会导致到2050年的时候呢 日本有很多的乡镇会灭团 也就是消失不见的 因为呢 少指化的问题呢 其实在乡下地方 其实问题更大 为什么 人口外流嘛 好所以呢 现在日本很多的乡镇呢 都在告诉你说 哎呀 我要鼓励你多生小孩啊 可是坦白说啦 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这些奖励政策一点用处都没有嘛 好 大家也知道 生是小事情 教养才是大问题嘛 你看到现在这些国家奖励 我们就以台湾来说好了 今天奖励 你这些奖励能够让你养一个小孩吗 没有嘛 所以不禁让我们想到 之前不是有总统候选人 就告诉你说 哎 零到六岁国家帮你养 我可以讲 零到六岁还不够 你最少到18岁都是国家帮你养 大家可能才会考虑帮你生小孩 不能说帮你 大家才会考虑生小孩嘛 因为你看到其实很多的欧洲国家 尤其是北欧国家 人家真的就会有非常非常好的奖励 鼓励 生小孩 所以以前都觉得北欧国家人 比较不喜欢生小孩 可是事实上现在并不会 我记得在几个月前我们来代班 那时候访问一个长区瑞典的台湾人 他其实都有谈到相关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本日之最 真的男孩女孩一样好 能生真的是要赶快生 中管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朱月中 好 这一段我们来跟大家谈谈几个新闻 是不是现在四月快要结束了 马上就要暑假了 大家有没有在计划一些暑假相关的活动 尤其是出国旅行 这个有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好消息 就是出国去 我们真的都要保旅贫险 今天的新闻告诉你说 旅贫险在七月份起将会调降 好 那其中的包含的意外死亡 及私人给付 这个费率将会调降 所以如果假设你如果是投保 一千万的旅贫险来说的话 大概可以省六十块 大家想说 怎么才六十块 旅贫险时间很短 基本上保费其实不高 所以省个六十块 大概就是一杯手摇引的代价 其实也算不错了 如果你想如果你们一家四口出去 四个人就省两百四 也是不错了 到日本去大概可以吃一碗拉面了 你就这样子去想 算是不无小补 那另外一方面也跟旅游有关的 就是最近大家也谈得很火热 就是中国打算要四出善意 就是要开放这个路客来台 那当然会不会成功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如果大家有在留意股市的 最近观光类股真的是涨翻天 大概我再查了一下 从三月份以来 一些跟旅游有关的像旅行社概念股 像凤凰啊 像熊市啊等等 这个波段涨幅大概都有五成之多 大家如果有在留意股市都会注意到 其实三月底来其实股市并没有降之前那么好 就是十涨十点 尤其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常常暴涨暴跌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等一下再请专家跟我们做分析 好可是呢 你却发现旅游股几乎就是一路冲冲冲 那原因当然就是我们刚说的 第一个暑假要到了 当然接下来就是旅游旺季 所以对这些旅游相关的个股通常会比较好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大利多 就是是不是真的中国要准备要开放旅游来台 那过去呢 因为不管是台湾到中国去 或是中国的民众来台湾 其实这个数量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但是过去呢 因为也是因为各种问题 让这个双方的往来其实大幅的减少 如果真的能够开放的话 当然这个观光类股真的是首先的受惠者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 好另外呢 跟投资有关系的就是 如果今天早上你有看财新新闻的话 哇这个头版的新闻都在 说哇呀 美国的第一季GDP的出乎意外的差 原本预估是2.5的 结果出来只有1.6 然后告诉你哇通膨比预期来得高啊 哇一大堆吓死人的这些标题 一出来再对应跟你说 所以呢 你看到今天美股 凌晨收盘的美股呢 都在跌 所以今天如果你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一定觉得哇今天台股要挫泪蛋了 可是你看到现在还没有收盘 现在台股的涨幅都还有高达将近300点 甚至盘中都超过300点的涨幅 你也不要以为说这是台湾自己的利多带动的 你看到今天的日股 韩股 其实今天的涨幅都超过1%以上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照理说美国不好 那应该今天亚股也会不好吗 尤其大家担心的 哇通膨又上去了 所以降息的可能性又变低了 那不就降息可能性变低 那是不是股市就不好了呢 尤其美股真的跌给你看了嘛 可是结果却不是这样子 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必须跟大家讲 真的媒体真的写的太耸动了 因为你看到他标题说第一季GDP减速 可是你看到的数据是什么数据 这个数据 其实我们在以前节目也讲过 他叫做计真年化的数据 指的是说他因为是第一季的数据嘛 所以他用第一季的数据 跟去年的第四季去比 不只这样子 因为他是年化 所以他把这个数字再乘以四倍 这样的数据呢 我必须说全世界真的没有人 在这样子看GDP数据的 你像台湾也好 或是绝大部分的国家 我们公布的都是年比的数据 年比指的是我第一季 就是跟去年第一季去做比较 好 可是美国通常都会对媒体 公布的是这个 我们刚刚说的G比年化数据 好 所以会造成大家一个很大的误解 所以你应该要看的准确的数字 其实应该还是回归到 我们刚刚说的年增率的部分 所以我有早上的特别去查了一下 美国第一季的年增率 其实还是高达3% 并没有不好 跟去年的第四季3.1%比起来只差了一点点 而去年第四季 第四季大家也知道 美国家本来就是旺季 它的数据比较高是合理的 那你第一季下来一点点 其实还有3% 你有什么道理说它不好呢 所以实际上 真的你会去看经济数据的人 你并不会觉得美国的GDP有什么问题 好 但是另外一个数字就比较令我们担心的 就是PC 个人消费价格指数 因为市场原本预估是3.4 出来的是3.7 好 必须说 其实真正的第三月份的PC 今天晚上才会公布 可是因为它公布GDP数据里面 就会有各个分项 其中就包含了这个物价的部分 所以等于提前揭露了PC的数据 因为必须讲一下 我们在节目也讲过 一般我们看的都会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当作通膨的指标 可是美国会特别关注PC 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美国看经济数据都跟人家不一样 这我也不知道 我等一下帮你打电话问一下拜登 看他会不会跟我一个解释 好 开玩笑 所以美国的经济数据 像PC 绝大部分国家也没有人在编PC这个数据 可是美国跟你说 我就是最关心的数字 好吧 所以我们就当然要关心它 所以我们刚刚说 3月份的数字 其实今天晚上才会公布 但是因为它一口气 就把第一季的数据 整个揭露出来 而且高达3.7 哇 所以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好 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经济不好 那是不是大家觉得 那经济不好不就应该降息吗 可是你看 降息的结果不就是应该会怎么样 对债券就有利吗 可是你看到今天美国的10年期供债殖利率 又创了波段新高 已经来到4.7以上了 又大涨 殖利率上去代表价格下来 这怎么看也不对 好 那再来如果你真的觉得经济不好 美元应该有反应 可是美元其实没什么变动的 好 所以简单的跟大家讲 你真的不用太担心 这个现在的这些美国的经济数据 好 1.5 我们来看看股市 好 刚刚讲到说 昨天美股大跌 大家以为今天台股会挫了一蛋 结果没想到 今天台股表现出乎意外的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然我们要请专家来跟我们做说明 所以我们连线的来宾是 永城投顾的分析师李淑芳 淑芳您好 月中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 今天台股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以为说会被美股拖累 结果却没有 我想最近的听众朋友 可能要稍微的一个转换 台湾目前的股市是领先美国股市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我们今天涨 美国股市晚上大概会涨 你看我们跌 大概美国股市晚上就会跌 对吗我们已经涨了 对啊 所以大家换一下的一个想法会 你看昨天我们是不是先跌 然后他们昨天跌 那我们今天涨 大概表示他们今天晚上会涨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美国呢 在昨天里面有两家公司 一个是Alpha Bay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微软 它公布的财报 那是非常的优于整个市场的预计 被盘后盘就呈现了大涨 那台湾在最近里面也蛮好玩的 为什么蛮好玩的 就是说台湾股市在之前里面 大家在00940 00939 在发行高股ETF的时候 都是选整个电子个股 所以当时候电子个股被炒了一波 炒得高高的之后呢 就就摔下来了 对对对 就在这一次里面00944跟00934 新纳入的全部纳入资产营件 对这件早很凶 在最近里面资产营件跟航空的长龙航 它都是涨这个 可是我会建议大家啦 就是说因为高股ETF它的标榜 就是高值率率嘛 对对 如果你算一下 对像刚刚月中讲的 如果你算一下 譬如说长龙航它配1块8 你今天要买到36块钱以上 而且航空股在今年里面 油价这么高 你觉得它今年会比去年好吗 是啊 这是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高值率率可能是你 因为你的股价低 或者是说你其实赚的钱 真的有那么高吗 其实有两个面向 对 所以我觉得航空个股长龙航 今年的第一季赚 大约1块钱是没有问题 但后面几季会衰退 所以大家就是在 对1块8以上是不是就是36块 是率率率率36 36以上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就像华顾 华顾也是纳入到高股ETF的股票 那它是7块半的现金股利 1块的股票股利 那加起来是8块半 那你再算一算 它是不是就170左右 你就不要去做追高 了解 而且在最近更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不要越重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你要讲的够烂 业绩要够烂的才会涨 我做个举例 今天大家看到之前 别的 别翻掉的叫3443的创意 它今天是涨停板的 那为什么 第一季获利交出8季以来的新低 不会再低了嘛 然后就涨停板 就像那个特斯拉 交出第一季涨外有够烂 这一季涨外也是烂 但他说他明年会有3万块钱 以下低价 那个电动车 它就涨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 如果你真的喜欢 听众朋友喜欢单冲 冲来冲去上下冲 还是以整个一个飞电为主 如果你要长期投资的话 你可能就是选择电子个股里面来讲 比较低机器的 或是利空出镜的 或是把人有买的个股里面来讲 去做一些的一个操作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 我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敢买 台阶电红海你选一支 你去选红海 到今天的国家 是创这个礼拜的新高 是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自己去选择 自己适合你的个性的股票 那像AI呢 因为昨天AI 每股AI股又涨了嘛 因为前天又大跌 昨天又涨 那台湾今天的AI股 看起来好像有涨有跌 那其实很多投资人 可能高点都被套召 AI相关个股 那薯芳你怎么看 那就是因为大家AI AI不会死 只是不停转换而已 就是说大家之前从A系列 B整个H系列到B系列 你要选的是GB200系列 最新的产品 对 你选择GB200系列的 如果你选到散热 你说你会套出吗 到今天还是大涨 对 今天散热股都大涨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大概有几个 一个就是说你选择GB200 GB200有哪些 就我上次讲的 装装里面有红海 有广达 有围影 但围影比较贵 所以我建议大家 红海 机体要低 你就选红海 那PCB的一个部分 就很多了 PCB的部分里面来讲 你做长的人 你才可以选 如果有180块钱 你可以留意下 3037的新星 然后如果有跌下来 你可以留意 6213的一个连茂 那如果你要选择 第一季财报好的 大概是6274的台药 这个部分里面 会比较好一点 那整个营件跟资产 各国就选殖利率 比较属于高的 然后法人还在买的 但是当00944挂牌的时候 就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那尽量就选择 殖利率还在5%上的 资产跟营件会好一点 那大家现在又担心中东的局势 因为大家看到 这两天以色列又打黎巴 现在又跟你说可能打拉法 那军工股有机会吗 我跟大家讲 我们要很诚实的说 以色列比我们台湾的军工厉害 第一个 整个一个所谓的中东国家 买的武器 是由共产国家里面 亲共的 比如说俄罗斯 中国 然后以色列是由美国 提供的 那我们台湾要提供以色列什么 没办法吗 对不对 然后因为以色列的科技 如果大家有去以色列就知道 以色列的科技跟国防 是非常非常厉害 还有医疗 那军工国防 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之前比较偏好 是在一五类 但是一五类 我个人认为 成交比重过热 所以需要 军工国防 成长性不够 所以你要做的话 可以 但是就是区间来回操作而已 像这两天媒体都会讲 这个造船 尤其隆德造船 那个很神奇 会翻 会翻过来翻过去的 你觉得这个 因为他吃的是 台湾的这个 的订单 那你就像这种类股 有机会吗 今天消息都出来 开高走低 那你觉得呢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军工国防 我们太想选的原因是 如果美国是川普当选 以我们台湾 跟川普的个性 我们会跟他买武器 比我们自行研发武器 要便宜很多了 这是川普的个性 这不是说他不对 他的个性就是生意人 我们就是要买很多 了解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 从军工国防来看 不是不行 因为毕竟520在后面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只能低接 如果你看到利多去买 可能来讲话 都讨不到很大的便宜 好 那下礼拜的关盘重点 鼠方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下礼拜里面来讲话 第一个就看今天下午 联发科的法说会的一个内容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看一下资金流 像比电子占六成 就是传经电轮动 那整个传产就是以光光跟资产 跟营建为主 那电子就是以GV200为主 那你这样操作上面来讲话 就会比较顺当一点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谢谢永城投顾的分析师 LA Radio 中管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朱岳中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跟大家谈一谈 最近的一些投资市场面向的问题 好 那最近大家如果可能看各种报章媒体 或是你去观察市场 好 你觉得一定会觉得心心胆跳 尤其三月底来 市场没有再像过去这样子 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而且动不动就给你大涨大跌 好 那所以呢 现在市场到底还可不可以投资 好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我就提供大家一份报告 好 大家在国内的媒体 基本上是比较会少见这样的一个资料 好 这其实是美银美铃 他们每个月都会针对全世界一些基因经理人 去做一个调查 而且这个调查时间已经从199几年延续到现在 都持续在做 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4月份 听清楚 是现在刚出来最烧腾腾的一个报告书 好 那台湾的媒体其实都只报了其中的一点点而已 我特别找了比较完整的资料 好 所以我们会请飞龙把这相关资料po到我们的粉丝页上 请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同步跟我们看这个资料 首先 我们就先这个直接破题 就是到底接下来市场到底还或是不好 好 所以这份报告来先给大家几个背景资料 这份报告的调查时间是4月5号到4月11号 那一共涵盖了224家的资产管理公司 总管理的资产高达了6,380亿美金 好 我想非常具有代表性 而且他当然完整的报告 其实多达有30几个这个图表 我没有办法全部都讲 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 那所以我挑几个 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 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首先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直接破题 到底接下来经济到底好或不好 好 所以就这些经理人来说呢 其实他告诉你 接下来的12个月 其实会越来越好 那其中认为经济会往下掉的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硬着陆 其实还是有人这么认为 但是只剩下7% 对应到3月的时候有11% 那认为会软着陆的 就是会慢慢的下来 但是不至于说会重跌 那在3月份的时候是62% 但是4月份已经只降到剩54% 更重要的是认为根本不会着陆 好 所谓的硬着陆 软着陆 不会着陆是什么意思呢 不会着陆 就是告诉你经济会持续往上 不会下来 好 那软着陆就是告诉你 经济会慢慢下来 硬着陆就会突然 你想就好像飞机飞在半空中 突然掉下来那种感觉 所以硬着陆是最糟糕的 所以四月份这些经理人 认为不会着陆 就是经济还会持续看好的 从3月份的23% 已经大幅拉升到4月份的36% 所以我们刚刚说 调查时间是到4月11号 其实已经涵盖 我们刚说 从3月底以来 市场整个都在转坏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经济经理人 其实对于市场 还是持续乐观的 好 所以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也就是告诉你说 即便市场呢 就如我刚所说的 最近都在大地震 时好时坏 但是呢 如果你就比较长线来看 其实刚刚鼠方也跟我们讲了 其实从长线来看 你真的不用去担心嘛 那你要做短线当冲的 或是极短线的人 那你自己真的手脚要够快 也要看得够准 那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 不跟大家讨论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比较从长期稳健来看 好 所以呢 再对应到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统计呢 是在调查说 那你这些经济经理人 认为全球这些企业的获利 未来是会变好还是变差 所以如果你有同步看 我们这个图表的 你会看到 其实是越来越好 尤其是在2022年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当年是股债双跌 尤其台股当年跌了20几% 那债券的部分 各种债券也都跌了10%以上 那时候让你觉得说 好像市场很糟糕了 后来去年开始一路反弹反弹 那到最近市场开始 有比较大的震荡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经济经理人 都告诉你 这些全球型的这些大企业呢 其实他们的获利 还是持续看涨的 好 所以这当然对告诉你说 就长线来说 其实是OK的 好 所以你这些经理人这么讲 那你真的有这么去做吗 所以第三个图表 再告诉我们说 那你真的有经常去买吗 所以你看到这些经理人呢 他们的股票部位 特别注意到 创了2022年1月以来的新高 好 如果你有同步看这个图表 你就很清楚 因为在之前 尤其是2022年 大家基本上都站在卖房 因为当年真的很惨 股债双跌 好 但是从去年开始 市场慢慢回升之后 这个基金经理人开始布局 可是我们一再提到 三月底以来开始市场变坏了 可是你看到这些基金经理人 还是持续加码股票部位 他们其实并没有担心 当下市场的一些状况 好 那当然投资人接下来一定会问说 那要买谁 什么东西是最有机会的 好 所以呢 当然这个报告一定会问的嘛 所以呢 他告诉你说 现在呢 最拥挤交易 也就是这些经理人 最多人在做的 第一个告诉你 他是做多美股七雄 大家如果熟悉投资市场的 大家都知道 那不知道的 没关系 我们跟你讲 所谓的美股七雄呢 就是美国七家知名的科技公司 包含了 辉达谷歌亚马逊 苹果特斯拉 Meta跟微软 好 那当然经理来 确实苹果跟特斯拉 表现相对弱很多 好 因为美股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是上涨的 但是这两家公司都是下跌的 尤其特斯拉真的是跌的蛮惨的 好 就算少了这两家 其他五家真的还是并变得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尤其在这个图表里面 他有把过去二月跟三月的 去做对比 没有错 四月份呢 这个投资美股七雄的占比 有稍微高一点 可是这个数字还是高达52% 也就是说 过半的经理人 还是持续看好美股七雄 即便比过去两个月 有稍微低一点 但是还是最多在做多的 好 那第二个 最第二个最多投资人在操 这经理人在操作的是什么 哎 这要小心 是做空中国股票 好 那如果你有同步看这个图表的 long就是代表买进 short就是代表做空 好 所以呢 第二多的是做空中国股票 哎 如果有留意中国市场的呢 其实我们之前也都有提过 过去三年真的都一直在跌 但是呢 之前中国政府真的出手去救市了 所有一些的上涨 但是最近又停下来了 所以他们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短线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跟大家去 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朱岳中 我们继续来看到美银美银 所做的全球基因经理人调查报告 我刚提到现在呢 最拥挤的交易 也就是最多基因人在操作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说的买进美股七雄 第二多的是放空中国股票 或者是卖出中国股票 这个是要去小心的 第三多的是持续买进日本股票 关于日本我们过去也都讲过 其实还是持续看好日本 好那第四个呢 是做多比特币 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说 好第五个那要小心的 第五个是做空30年期的美国公债 不止这样子 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图表 好看到你这个有最近有在买债的 你真的要小心了 好刚刚说这些经济经理人 股票部位越来越多 好那股票部位增加 当然有人就减少嘛 谁减少就是债券 而且这个数字非常的惊悚 他告诉你 四月份债券的占比是降到2003年7月以来最低 2003年你听清楚 是20几年来最低 可见这些经济经理人 是多么看坏债券市场 好这不禁让我看到 最近有很多的投资机构 还在鼓吹你再买债券 尤其跟你说 哎呀跌越多 当然要越买 反正他一定会降息的 不可否认 当然他周围一天会降息 问题请问是什么时候 那在这段期间 你能够忍得过去吗 你的口袋够深吗 你自己想想了 那加上我们刚节目也提到 昨天美国公债殖利率又上去了 而且又创了波段新高 那不就告诉你债券又跌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济经理人 已经在大幅卖出债券 你真的要去小心了 好我们再看到 刚刚是说最拥挤交易 那我们再看到实际 在四月份 他们新增的投资 买的是谁呢 好我们看到 买最多的第一名叫做 好原物料 第二名叫做大宗商品 其实是类似的东西 第三个叫做能源 不就在告诉你吗 近期最多这个经济经理人 在买的都是这些原物料大宗物资相关的东西 好 所以呼应到最近确实很多的原物料 尤其是基本金属 当然最近这两天有下来的 但是之前真的是涨翻天 其他贵金属的部分 黄金也是一度在创历史新高 当然最近有稍微下来一点点 好 那再来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油价其实虽然没有一直往上涨 但是也在一个相对高点 好 所以这个是大家去注意到的 好 那接下来还有买谁呢 我们就照顺序很快的带过去 再来是工业股 再来是欧元区 再来是英国 再来是一般股票 再来 再来是保险类股 再来是银行类股 再来是日本 好 我们就不再往下念了 来 再来 刚刚是在加码的部分 那在减码的部分呢 注意 第一名就是债券 所以真的要小心 好 减码的第二名 是现金部位 表示我减少现金持有 不就在告诉你 我看好市场 所以我要赶快再逢低进场买吗 好 第三个就是 这个必须消费品 好 那做空第四名的是新兴市场 好 那这个新兴市场 其实也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 再来就是这个健康护理相关的公司 好 所以这是做多跟做空的前几名 好 提供大家参考 那再来就是刚讲到黄金的部分 刚前面提到 这一波金价真的是涨翻天 最高金价来到 一样是2417块美金 但是这两天曾经一度跌破2300 好 其实从这个报告 其实就在预言这件事情了 为什么 他告诉你说 这个今年觉得 目前金价被高估的程度 是2020年8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 今年早就在跟你说 金价涨翻天了 你不要再听一些人说 哎呀 会涨到多少多少了 他其实告诉你 真的有赚到赶快卖把 未来还能够涨多少呢 其实很有限的 因为真的已经被高估了 好 那再来要提醒大家 即便现在市场看起来 金价人觉得很OK 可是呢 另外一个数字也在增加 叫避险情绪 也就是说 他们会居高思维 认为说 哎呀 最近市场真的是震荡也比较大 所以呢 他们也在增加避险的部分 好 那到底在担心什么事情呢 好 我们再看到这个图表 第一名 不用我说 大家都猜得到 当然就是通膨 好 而且这个数字呢 比过去两个月 很明显的增加 好 在二月份 担心通膨的 只有占24% 但是到现在 四月份 已经暴增到41%了 第二多的是 第二多担心的是 自己原政治 好 大概是24% 第三个 大家担心的 叫做美国的选举 好 不过这个占比只剩12% 再来担心会硬着陆的也是12% 好 再来是担心系统性的信贷风险 这个就相对很少 那再来就是担心中国会有银行股的崩溃 这个也都很低 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 那再来 到底会不会降息呢 好 这些精英经理人认为会降的话呢 大概就是最多 就是降两码的居多 好 占了46% 好 那认为会降三码的 其实也有27% 好 再来是认为会降一码的是13% 好 所以呢 这个都在告诉你 大家对于最近的这些金融市场的部分呢 好 你真的就是要小心谨慎啊 好 大概就短线波动比较大 但是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啊 甚至真的可以逢低加码 但是千万记得 因为现在震荡很大 我建议大家真的还是要分批进场为宜哦 好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一段就先到这边呢 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 张学友的咖啡 张学友的咖啡